我听他们说是在这里秘密约会 要不要过去看看 那个仓库都废弃好多年了 有什么戏好看 回家了 爷爷都已经到了 索性看看吗 江老太也看到了那些跟上来的人 一听有热闹看 就都跟着过来了 大家都好奇地看着废弃仓库 不知道江小暖他们为什么会来这 江老太犹豫了下 还是抬起了脚 自然要看个究竟 江小暖和江老太也躲在了箱子后头 透过缝隙能清晰地看到里面的场景 百兽哥 我对你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 自打十六岁跟了你 我就对你一片真心 可你却娶了别人 我也不愿你 你让我嫁傻子 我也听你的 这些年我样样都听你的 你还怀疑我 我让你嫁傻子是为你好 否则你怎么能有工作 那个时候你都有小月 不嫁傻子你怎么生存 嫁给傻子才能给小月正大光明的身份 我也能顺理成章地照顾她 而且你不嫁傻子 你爹娘就会让你嫁老官夫 你愿意 我当然不愿意 我只想嫁给你 可你不娶我 所以你就故意报复我 和别的男人搞上生出江小花 还把这屎盆子靠我头上 我就说江小花怎么一点都不像 原来是你在外头和狗男人生的 江老太脸色铁青 呼吸越来越急促 奶奶 别打草惊蛇了 后面的戏还会更精彩哦 说吧 小花是你河水生的 吴伯寿你 还是不是人 我对你一片真心 从头到尾都只有你一个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 当初你答应过我 只是嫁给那傻子 不会和他有什么 我倒是相信人 江小马那小贱人是怎么生出来的 哼 那傻子什么都不懂 要不是你主动勾引 他会懂那些什么 周彦宏脸色煞白 因为确实是他勾引了江大宝 吴老头的脸色黑得吓人 不过他才刚动 身体就被人架住了 是陆寒年 安安静静看戏 否则 江小暖冲自家男人甜甜地笑了 大佬办事就是土贴 我是勾引了江大宝 那又怎么样 他是我老公 我和我老公在一起哪里不对了 吴伯寿你逼我嫁给傻子时 就应该想到 你个贱人 江大宝那样的傻子都不嫌弃 你还有脸书 你知道他是傻子 还让我嫁 吴伯寿你 还是不是男人 我十六岁就跟了你 你答应过要娶我的 结果你进了城 就和何百霞勾搭上了 是你先没良心的 我给你生了小月和小华 连你爸都没怀疑过 还说小华特别像你小时候 江老太愤怒地瞪着吴老头 原来这死老头全都知道 只瞒着他一人 老王八 我饶不了你 姓吴的 是你先背信弃义在先 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 既然今天都说到这了 我也把话说清楚 以后你每个月给我十五块 我陪你几十年 还生了小月和小华 要你十五块不算多 你是猪脑子 给你十五块 何百霞会不怀疑 我每个月工资都要上交 少了五块钱他都知道 哼 你以为何百霞不知道 他早知道了 他还知道小月和小华的身世 这婊子尖得很 他在装糊涂 你知不知道 不可能 百霞不知道 你别想挑拨离间 吴伯寿 你爱信不信 反正十五块 你必须给 否则 你别怪我不顾旧情 你想干什么 你说 要是那老太婆知道 当年那屋子里的水 是你故意洒的 你有一回喝醉了酒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你还说你 本来是想让那老太婆 一失两命的 结果 那老太婆命硬得很 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儿子变傻了 这是 要是让老太婆知道 她会怎么做 燕红 刚才我急了心 说话不太中听 你别往心里去 我们可是几十年的 老夫老妻了 你别和我说 这些好听的 吴伯寿 我已经看透你了 一个月十五块 少一分都不行 不给我就和老太婆说 你敢打我 我和你拼了 两人有打在一起 不可开交 奶奶 你听见了吗 江小月和江小华 才是杂种 我是爸爸的女儿 江小暖突然悲鸣 随后又说不下去了 背上脑子里哭气 是我的错 我猪油蒙了心 我罪该万死啊 吴伯寿惊呆了 脑子一片空白 不敢相信 眼前这么多人是真的 一定是幻觉 肯定是这样 这只是个废弃仓库而已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 狼心狗肺的东西 是你害的我儿 我的大宝肯定很聪明 都是你害的 我哪点对不起你们 你们父子都快哄不下去了 是我救了你们 你们却这样对我 害了我儿 还害我孙女 你们会有报应的 老天爷不会放过你们的 江昭帝你现在冲什么好人 你对江小暖就好 打他的时候你可是最积极 江老太后过来 冷冷地看着他们家 小鹿 老你将他们带去厂长办公室 我要告状 陆寒年欣然答应 然而不出一个小时 江家的这些乱七八公式 人人皆知 你现在满意了 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白眼狼 当初生下来就该掐死你 我可还没满意 你还活着 吴博寿也活着 江小月和江小华都好好活着 我怎么可能满意 周燕红 你可憋死得太早 否则你就就看不到你的宝贝女们 过得有多么惨了 你有什么冲我来 小月和小华没害过你 你还是不是人 我也没害过你 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江小月和江小华 打我骂我的次数少吗 哼 你当然也逃不掉 你们一家都慢慢等着下地狱吧 周燕红脸刷得一下白了 她也不想再求这出手 她得想办法带小华走 对 回老家 就算种田很满 可也逼死强了